孟子 公孙丑篇下 孟子曰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 七里之锅 孟子说 天后时机 比不上地利优势 地利优势 比不上众人团结 面对三里的内城 七里的外城 包围起来攻打 却不能获胜 五 还而攻之 必有得天时者已 然而不胜者 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能够包围起来攻打 一定是配合了天后时机 但是却不能取胜 这就是天后时机 比不上地利优势 城非不高也 持非不深也 兵格非不坚立也 米宿非不多也 回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城墙不是不高 护城河不是不深 兵器铠甲不是不锐利坚固 粮食不是不多 然而很快就弃城逃走 这就是地理优势 比不上众人团结 故曰 玉民不以封疆之戒 故国不以山西之血 为天下不以兵格之力 得道者多住 世道者寡住 所以说 限制百姓不必用国家的疆戒 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贤阻 威行天下不必借兵器的锐利 合乎正道的君主 很多人会来帮助 背离正道的君主 就很少人帮助了 寡住之志 亲戚盼之 多住之志 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 公亲戚之所盼 故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矣 帮助的人少到最后 连亲戚都背叛他 帮助人多到最后 天下人都归顺他 以天下都归顺的人 去攻打亲戚都背叛的人 所以君子不用战争 若是战争 则必定胜利 孟子将朝王 王使人来曰 寡人如旧见者也 有寒吉 不可以封 昭江是朝 不是可使寡人 得见乎 对曰 不幸而有吉 不能造朝 孟子准备去朝见 齐勋王 齐勋王恰好派人来说 我原想来看望您的 但是朝凉了 不能吹风 明天早晨 我将临朝听证 不知您是否肯来 让我见见 孟子回答说 我不幸生病了 不能前往朝廷 明日 出调于东郭市 公孙丑约 习者此已病 今日调 或者不可忽 曰 习者急 今日欲 如之河不掉 第二天 孟子出门去东郭市家里 调丧 公孙丑说 昨天推说有病 今天确实调丧 或许不合适吧 孟子说 昨天生病 今天好了 怎么不能去调丧 王室人问极 一来 孟仲子对约 习者有亡命 有采心之忧 不能造朝 经病小玉 趋躁于朝 我不是能智否乎 习者派人来探病 还有医生同行 孟仲子回答 来人说 昨天接到大王的命令 他正好生病 不能前往朝廷 今天病稍微好些 就赶快上朝去了 我不知道现在到了没有 使树人腰于路 曰 请避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知 谨丑事素焉 孟仲子派了几个人 去路上拦截 告诉孟子说 你一定不要回家 赶快前去朝廷 孟子没有办法 就到谨丑事家里过夜 谨子曰 内则父子 外则君臣 人之大伦也 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 瞅见王之敬子也 未见所以敬王也 谨子说 在家有父子 在外有君臣 这是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关系 父子之间 以慈爱为主 君臣之间 以恭敬为主 我见到大王 对您的敬重 却没有见到 却没有见到您 怎么尊敬大王 约 谈论仁义的 难道是认为仁义不好吗 他们的心思是 这种人哪里值得 同他谈论仁义等等 这才是最大的不恭敬啊 我非摇顺之道 不敢以沉于王前 故其人莫如我 敬王也 至于我 不是摇顺的正道 不敢在大王面前陈述 所以齐国人中 没有像我那么尊敬大王的 谈子曰 否 非此之位也 礼曰 父赵无诺 君命赵不四驾 故将朝野 闻王命而遂不果 一语浮礼 若不相似人 锦子说 不 我所说的不是这个 礼经上说 父亲召唤儿子 不能用诺应答 君主宣召 臣子不等马车驾好 就先走 您本来准备去朝见 听到大王的命令 反而不去了 这恐怕 与礼经所说的 不大符合吧 曰 其位适于 曾子曰 尽处之父 不可及也 彼以其父 我已无人 彼以其诀 我已无义 无何欠护哉 孟子说 难道我说的是这个吗 曾子说 晋国楚国的财富 是无法比得上的 不过 他凭借他的财富 我凭借我的仁德 他凭借他的爵位 我凭借我的义行 我还欠缺什么呢 福起不义 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达真三 决一 始一 得一 难道这些话 没有正当性 而曾子随意说说吗 大概有另一番道理吧 天下宫认为 尊贵的 有三样 决位 年龄 品德 朝廷 莫如诀 相当莫如齿 普世掌民 莫如德 乌德有其一 以慢其二 在 在朝廷上 没有比爵位 更尊贵的 在乡里中 没有比年龄 更尊贵的 辅助士道 教育百姓 没有比品德 更尊贵的 他怎能凭着一种 就来侵蚀另外两种呢 故将大有为之君 必有所不照之臣 欲有谋焉 则就之 其尊得乐道 不如是 不足于有为也 所以 想要大有作为的君主 必定有他不能召唤的臣子 有什么事要商量 就亲自前去请教 要崇尚德行 而喜欢正道 如果不这样 就不值得同他 一起有所作为 因此商汤对于衣饮 先向他学习 然后再任用他为大臣 所以不费力气 就称王天下 其还功对于管仲 先向他学习 然后再任用他为大臣 所以不费力气 就称霸天下 今天下地丑得其 莫能相上 无他 好成其所教 而不好成其所受教 现在天下大国诸侯 土地大小相同 德行作风相似 谁也不比谁好 真没有别的缘故 就是因为喜欢任用听从他们的人 而不喜欢任用教导他们的人 汤之于衣饮 还功之于管仲 则不敢照 管仲且由不可照 而况不为管仲者 商堂对于衣饮 其还功对于管仲 就不敢用召唤的 管仲上其也不可以召唤 何况是不愿做管仲的人呢 陈真问曰 前日于齐 王愧兼金一百而不受 于颂愧七十亿而受 于靴愧五十亿而受 陈真请教说 以前在齐国 齐王送您一百亿上等金 您不接受 在宋国 宋君送七十亿 您接受了 在薛国 薛君送五十亿 您也接受了 前日之不受是 则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受是 则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于此以 如果以前不接受是对的 后来接受就是错的 如果后来接受是对的 以前不接受就是错的 先生一定处于其中一种情况吧 孟子曰 皆是也 当在宋时 于将有远行 行者必已尽 此曰 愧尽 于何谓不受 孟子说 都是对的 在宋国的时候 我准备远行 对远行的 一定要送些路费 宋君说 送上路费 我为什么不接受 当在薛也 于有戒心 此曰 文戒 故未兵溃之 于何谓不受 若于其 则未有楚也 无楚而溃之 是祸之也 因有君子 而可以获取乎 在薛国的时候 我听说路上有危险 需要戒备 薛君说 听说需要戒备 送钱给你买兵器 我为什么不接受 至于在齐国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理由 没有理由而送钱 那是收买我 哪里有君子 可以用钱收买的呢 孟子之平路 为其大呼约 子之持己之事 一日而三失五 则去之否乎 约不带三 孟子到了平路 对当地的大幅恐惧心说 如果你的卫士 一天三次失职 你会开除他吗 恐惧心说 不必等到三次 然则子之之事 到年头 你的百姓 年老体弱的 饿死在田沟山西里 年轻力壮的 逃散到四方去 大概有一千人了 恐惧心说 这不是我能够解决的 我能够解决的 有个人接受别人的牛羊 而替他放牧 那么这个人 一定要为牛羊 找到牧场与草料 如果找不到牧场与草料 那么他是把牛羊还给主人呢 还是站在那儿 看着牛羊饿死呢 恐惧心说 这是我的罪过啊 他日 见于王曰 王之为都者 臣之五人阴 知其罪者 为恐惧心 为王送之 王曰 此则寡人之罪也 过了几天 孟子夜见齐宣王说 大王的地方长官 我认识五位 明白自己罪过的 只有恐惧心 接着把那番问答 叙述一遍 齐宣王说 这是我的罪过啊 孟子为其挖约 子之辞临秋 而请试试 四也 为其可以掩野 经济数月已 未可以言语 孟子对齐娃说 你辞去 临秋大夫的职位 请求担任司法官 似乎是对的 因为可以 向大王敬言 现在过了几个月了 还不可以敬言吗 齐娃 禁于王 而不用 至为臣而去 齐人曰 所以为齐娃 则善以 所以自卫 则无不知也 齐娃向大王 敬见 而不被采纳 他就辞官走了 其国有人说 孟子为齐娃 考虑的倒是很好 他怎么为自己考虑 我就不知道了 公都子已告 曰 无闻之也 有观守者 不得其职则去 有言则者 不得其言则去 我无观守 我无言则也 则无进退 岂不绰绰然 有余欲哉 公都子报告孟子 这番话 孟子说 我听说过 有固定官位的 无法行使职权 就该离去 有敬言责任的 无法以言敬见 就该离去 我既没有固定官位 也没有敬言责任 那么我的行动 要进要退 不是宽措 而大有余地吗 孟子为亲于齐 出吊于藤 王使葛大夫 王欢为辅行 王欢招募见 反齐藤之路 未尝语之言行事也 孟子在齐国担任克卿 封命前往藤国吊丧 大王派葛义大夫 王欢为父使同行 王欢与孟子朝夕相见 来回于齐国 与藤国的路途上 孟子却不曾与他 谈过初始的事 公孙丑曰 齐亲之味不为小矣 齐藤之路不为静矣 反之而未尝语言行事和也 曰 福济或智之 于何言灾 公孙丑说 齐国亲的官位不算小了 齐国与藤国之间的路途 不算近了 来回一趟 却不曾与王欢谈过初始的事 为什么呢 孟子说 他既然事情都办好了 我还说什么呢 孟子自齐藏于卤 反于齐 止于淫 充于请约 前日不知 于知不孝 使于蹲降事 言 于不敢请 今愿妾有情也 目若已美然 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去安葬母亲 返回齐国时 在营地停留 充于请教说 前些日子 您不知我没有才干 派我建立官国的制造 当时事情冲破 不敢请教 现在想冒昧问一下 棺木好像太华美了吧 曰 古者 棺果无度 中古棺七寸 果秤之 自天子 达于庶人 非职位 棺梅也 然后尽于人心 不得 不可以为月 无才 不可以为月 孟子说 上古对于官果的厚度没有规定 中古规定官七寸 果的厚度与官相畅 从天子直到百姓 讲究官果 不只是为了美观 而是要这样才算尽了上心 如果受法令限制 不能这么做 就不会称心 如果没有钱财 可以这么做 也不会称心 得之 唯有才 古之人 皆用之 无何谓 独不然 且笔画者 无石土 亲夫 于人心 独无孝乎 无闻之也 君子 不以天下 减其轻 既合法令 又有钱财 古代人都这么做了 为什么只有我不可以呢 并且能使泥土 避免靠近死者的肌肤 在人子心中 难道不欣慰吗 我听说过 君子不会因为爱惜天下财物 而简约父母的方式 神童以其思问曰 焉可罚于 孟子曰 可 子快不得与人焉 子之不得受焉 于子快 神童以个人身份请教 英国可以讨伐吗 孟子说 国君子快不应该把焉国让给别人 向国子之不应该从子快手中接受焉国 有失于此 而子悦之 不告于亡 而思于之 无子之路绝 服事也 亦无亡命 而思受之 于子 则可乎 何以异于事 譬如 这里有个世人 你喜欢他 不去请示大王 就私下把你的俸禄与爵位让给他 而这个世人 也没有大王的命令 就私下接受了这些 这样可以吗 焉国的事情 与这个例子 有什么不同呢 其人 罚焉 或问曰 劝其 罚焉 有诸 曰 未也 沈童问 焉可 罚云 无印之曰 可 比然而 罚之也 齐国 有人问说 您确说 齐国 讨伐 英国 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 没有 沈童问 英国 可以讨伐吗 我回复他说 可以 他以为 我说的对 就去讨伐了 比如曰 孙可以罚之 则将印之曰 唯天力 则可以罚之 今有杀人者 或问之曰 人可杀鱼 则将印之曰 可 他如果问 谁可以去讨伐 我就会答复他 奉行天命的官吏 才可以去讨伐 譬如有个杀人犯 有人问 这个人可以杀吗 我会答复说 可以 比如曰 孙可以杀之 则将印之曰 为士师 则可以杀之 经以焉罚焉 何为劝之灾 如果再问 谁可以去杀他 我会答复说 司法官才可以杀他 现在就像用英国 来讨伐英国 我怎么会去劝说呢 燕人判 王曰 无甚残于孟子 陈谷曰 王无换燕 王自以为宇宙公 熟人且智 王曰 污 是何 言也 英国人 起来反抗 齐国的占领 齐神王说 我对孟子觉得很惭愧 陈谷说 大王不必难过 大王在仁德与明智方面 与周公相比 觉得谁比较强 齐神王说 啊 这是什么话 约 周公使馆 孟俗兼兼英 管俗以英叛 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 仁智周公未尽之也 而况于王乎 古请见而解之 陈谷说 周公派管俗 监督英人 管俗却带着英人 叛乱 知道他会反叛 而派他去 那是不仁 不知道他会反叛 而派他去 那是不智 仁德与明智 周公都没有完全具备 何况是大王呢 我愿意去见孟子 向他解释 见孟子 问曰 周公何人也 曰 古圣人也 曰 使管俗兼英 管俗以英叛 有诸 曰 然 陈谷见到孟子 问说 周公是怎样的人 孟子说 古代的圣人 陈谷说 他派管俗监督英人 管俗是带着英人叛乱 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 有的 曰 曰 有了过错就改正 现在的君子 有了过错 还顺着 坐上去 古之君子 其过也 如日月之时 民下 致 孟子 他的过错像日时月时一样 百姓都看得到 等他改正之后 百姓都仰望他 现在的君子不但顺着过错做下去 还要找些理由来辩解 孟子至为臣而归 王就见孟子曰 前日愿见而不可得 得是同朝盛喜 经由弃寡人而归 不是可以祭祀而得见乎 对曰 不敢擒耳 故所怨也 孟子辞去客亲的职位 准备回乡 齐宣王亲自去见孟子说 过去想看到您而不可能 后来能在一个朝廷共事 我很高兴 现在又将舍弃我回去了 不知道今后还能再相见吗 孟子回答说 我不敢请求罢了 这本来就是我所希望的 他日 王位十字曰 我遇中国而受孟子事 养弟子一万钟 使诸大夫国人 皆有所经事 此何为我言之 过了几天 齐宣王对石子说 我想在都城里给孟子一栋房屋 用一万钟粮食 供养他的弟子 让大夫与百姓 都有个效法的榜样 你何不替我去说说呢 石子因城子而已告孟子 城子以石子之眼告孟子 孟子曰 然 扶石子乌之其不可也 如是于御父 此时万而受万 是为御父乎 石子托臣子 把这话转达孟子 臣子就把石子的话 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 是的 石子怎么知道 这件事不能做呢 如果我想发财 辞掉十万钟的俸禄 而接受这一万钟的赏赐 这是想要发财吗 祭孙曰 一栽子熟宜 使己为正 不用 则亦宜你 又使其子弟为亲 人亦熟不欲富贵 而独于富贵之中 有私垄断烟 祭孙说 此书亦真奇怪 自己想做官 没被任用也就算了 却又叫他的子弟 去做亲大夫 谁不想要富贵 而偏偏在富贵之中 有人想私自垄断 古之为世也 以其所有 亦其所无者 有私者 智之而 有贱丈夫焉 必求垄断 而登之 以左右望 而往事力 人皆已为贱 故从而登之 真伤自此 贱丈夫时已 古代经商的人 以自己有的 去交换自己没有的 由相关部门的 官吏去管理 有个卑鄙的男人 一定要找块高地 站上去 向左右两边张望 企图网络市场的利益 人人都认为他卑鄙 于是抽他的税 对商人抽税 就是从这个 卑鄙的男人开始的 孟子去奇 素于咒 有欲未亡 流行者 作而言 不应 引己而握 刻不约约 弟子摘束 而后敢言 夫子握而不听 请勿父敢见矣 孟子离开齐国 在昼县过夜 有个想为齐宣王 挽留孟子的人 恭敬地坐着说话 孟子不加理会 靠着桌子打盹 那人很不高兴 说 我先摘见一天 然后赶来与您说话 您却睡觉不听 以后再也不敢与您相见了 曰 坐 我明欲子 习者鲁木工 无人乎子私之策 则不能安子私 谢柳深祥 无人乎木工之策 则不能安其身 此为长者律 而不及子私 此觉长者乎 长者觉子乎 孟子说 坐下来 我明白告诉你 从前 鲁木工 没有好人 在子私身边伺候 就不能让子私 安心留下 谢柳深祥 没有好人 在鲁木工身边帮忙 就不能让自己安居 你替我这个长辈考虑 却没有想到子私的待遇 这是你弃绝长辈呢 还是长辈弃绝你 孟子去旗 隐士 遇人约 不是王之不可以 唯汤武 则是不明也 是其不可 然且至 则是甘则也 木子离开齐国 隐士 对人说 不知道齐王 不可能成为 商汤周武王 那是不明智 知道齐王 不可能做到 却还是到齐国来 那是求俸禄 千里而见王 不欲故去 三宿而后出咒 是何如智也 是则滋不悦 拔舍千里来见齐王 意见不合便离去 在咒线住了三夜才走 为什么这样滞留迟缓呢 我对这一点很不满意 高子已告 曰 福隐士乌之余哉 千里而见王 是余所欲也 不欲故去 其余所欲哉 余不得已也 高子把这番话 转告孟子 孟子说 那个隐士 怎能了解我呢 法舍千里来见齐王 是我所期望的 意见不合便离去 难道也是我所期望的吗 我是不得已罢了 我住了三夜才离开咒线 在我心里还觉得太快乐 期望或许会改变态度 期望如果改变态度 一定会照我回去 我离开了咒线 期望没有派人追我 我这才心意畅快地 决定回乡去 我虽然这么做 难道肯舍弃其王吗 其王还是有能力推行善政的 其王如果任用我 那么其只是其国的百姓得到安定 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得到安定 王树姬改之 于日望之 于其若是小丈夫然哉 鉴于其君而不受则怒 信心然陷于其面 去则穷日之力而后素哉 以示文之曰 是成小人也 其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 我天天盼望啊 我难道像那种 气量狭小的人吗 向君主敬见不被采纳 就立刻发怒 脸上显露 愤愤不平的神色 离开时 非得一整天拼命赶路之后 才肯投诉吗 影视听人转告这番话 说我真是个小人啊 孟子去其 冲于路问曰 夫子若有不欲色然 前日于文珠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 不由人 孟子离开齐国 冲于在路上问说 先生好像有些不愉快的样子 以前我听先生说过 君子不抱怨天 不责怪人 约 彼一时 此一时也 五百年必有亡者心 其间必有明示者 由周而来 其白有余岁已 以其数 则过矣 以其时考之 则可以 孟子说 那是一个时候 这是一个时候 历史上 每个五百年 必定会有 圣君兴起 期间 也必定会有 辅佐圣君的 闲城出现 从周朝以来 已经七百多年了 按年数计算 已经超过了 按时事考察 圣君贤城 可以出现了 福天 未遇 平至天下也 如遇 平至天下 当今之事 舍我 其谁也 无何谓 不遇 灾 天还不想让天下 太平吧 如果想让天下 太平 在今天这个时代 除了我 还有谁呢 我为什么 不愉快呢 孟子去齐 居修 公孙丑问曰 适而不受禄 古之道乎 孟子离开齐国 住在修地 公孙丑问说 做官不接受俸禄 这是古代的做法吗 孟子离开齐国 非也 鱼虫 无得见王 退而有趣志 不欲辩 故不受也 既而有施命 不可以请 久于其 非我志也 孟子说 不是的 在重地 我初次 见到了齐王 回来后 就有离开的念头 我不想改变心思 所以不接受俸禄 接着齐国有战事 不可以申请离开 长时间留在齐国 不是我的意愿啊 不可以申请离开